我们投资的房地产项目足够大力支持 市面上反响很好 目前的估值是当初预估的两倍了 很好 继续做下去 再加投一千万的广告费拿着 是 钱叔到里边了 哪啊 衣服里边 找到了 找到了 四四 让他菜呢 对了 你瞧怎么跟你说的 我知道他不优上帝 但是吧 钱叔 那个我忘记吩咐了 这个这个钱给你们到时候自己去买啊 我们还好说先走了 走吧 哎 干什么去 东西有事我冲你我是老板 哎哎你你们就是故意的你们等着 我有支付宝 这么多钱家里保已经捉不下了 上上上上 就一次写了收割啊哎哎 我靠你这么滑上了你 老大不想出去找个工作去 你老爸我一个工资就 就他把我跑出去 你啃死我你啃死我你啃 知道了知道了老天 过两天我就去找找找个啊 你让我先打着这把 看这小子这样 给他多少钱都得给我护护 你看着我 我一天赶快如意吧我 这种什么就是不争气呀 不然我这把老独栋 用这个样子藏家产吧 毕业老玩游戏了啊 再小心点好好看看 咱们工作 听个体系 知道知道了老陈 给我挡个这把 我买菜 四都是这一套 今天我挡个看看 老陈钱你偷偷眠窝的藏什么奶 我买菜 我买菜 老钱 一直骗我说家里没钱是低保护 现在让我找找你藏钱的地方 行 小年我今天卷报消费 现在知道我是富二代了吧 不对呀 老钱这么有钱 他真的是个保安吗 你自己煮泡面吧 儿子公司喊我回去加班 我不去买菜了 你自己煮泡面吧啊 我过来了 这套衣服又弄坏了 明天还面试保安的啊 那我钱 跟他搞的这身羊子 这套衣服又弄坏了 请兵儿 哎呀 这底套衣服他有吊牌呢 十万 啊啊啊啊 啊十万 啊啊啊 你死老钱 我就知道你不对劲 前几天带回来就件衣服正 现在又带回来就不多情 当穿海回公司加班骗鬼呢 我要我要报复些小 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 啊 董事大好 董事大会现在开始 你怎么现在才到啊 我来的正是时候 各位 今天会议的核心内容 是要为万贯 引进一个超级人才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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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啊 哎呦 不好意思 你家路 i'm going back to go i'm going back to go 哎 你看呢 一副穷酸样 你看就是乡下来的乡霸了啊 赶紧给我把你赶出去 要是影响到奢靡的业 啊 龙哥 哈哈 嘿 站上 您别生气 我这就敢拿出去啊 喂 干嘛 第一次来奢靡 第一次来就不能跳舞了 像你这种香巴佬 帮我们奢靡来 会显得我们很低档 对 这两百块啊 就当我试试给你的路费 赶紧滚到别处去 哈 瞧不起谁呢 就这么点钱 掉地上我们不捡 你 喂 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们说迷 不接待你这种下油祸色 赶紧给我滚到你的菜地 跳过去 行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什么叫真正的有钱人 把你最贵的酒 你送给我上一遍 哎 你什么头我这么能装 哎我赶紧给我滚出去啊 让他买 要是装大款和霸王酒 小爷换他一条腿哈哈 啊 啊 啊 还不够捡一会儿让别人捡走了 我又不管了 哈哈哈哈 哎 老婆这边给你的钱吗啊 这么喝不了排便 这位帅哥这么想喝酒 不知道 我家的酒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 哎呀 我刚刚把最贵的酒都点了一遍 为什么去你家喝酒 买了几瓶烂酒 就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了 死报发护 那点钱 连买我身上一双鞋都 还敢恋我的女人 我今天就让你找两件 什么才的真正有钱人 哇 哎 来 你叫我 这边人 都充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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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啊 什么白痴 咱几成爸爸就有钱拿了 这么看来 还是放上带的钱的好赚 这些钱赚的不比打工强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哎 嘿 你 哎 我死了 我来 你 钱都正开会的 你懂不懂规矩 好了 主持 有什么事情啊 小钱总在前世旗下酒吧消费 已经消费三十六万了 行了 不就是酒吧吗 哎 啊 三十六万 这臭小子 我一直没怎么给过他钱 他从哪儿搞来那么不多钱啊 这臭小子别是干了什么违法乱去的事情吧 不行 思思啊 你现在就去 看看多多他在干什么啊 哎等等 到了酒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你可别忘了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呐 不能这么玩 这些富二代是不是被人一击就无脑手机了 嗯 那这样的话 身边这么多 这人肯定很紧 哎 哥们 起开 小爷我 看中这个位置了 哪来的吊色 赶紧滚 啊 啊 起不起开 就这 你在这还想谁呢 你现在立马跪在桌子 把我鞋填干净了 可不可以大人有大量的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吗 见鞋 啊 现在知道自己没有有钱了 他不是谁呢干不止你 他不是谁呢 钱吗 是什么 给你花 你 我人说我人说 嘿嘿 姐 比钱就比钱怎么把钱带走了 啊啊 哈哈哈 这小子你可真有美丽 你花这么多钱拿下这个卡座 晚上我一场后陪你 哈哈哈 当然这小子也配合我抢 啊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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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לי 我操 你 你操 我操 你操 我操 自己打 我操 我操 你操 操 你操 你操 我操 你操 我操 你操 我操 把他找出来 全是扶上这个人 不然传出去 我们没走啊大哥 这女的声音我还跟着补丢 我就回家 那女人 这卡里有 8852 这 200万 哎你跟我 一边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而且 肥心坏 我问你 我问你 这么多钱 哪来的 那些那些胖子带都是一些有 没脑子的二度 我 稍微記起他們 小錢給我 還以為小錢總是個頑固 沒想到還有點意思 啊 啊啊不是 我說你你怎麼傷了人一巴掌還雞人呢 這是你對我出言不信的教訓 把這袋錢給我拿走 不是哎哎你 啊 我我我做完了你 你把這袋錢給我賺 這也是你對我出言不信的教訓 啊哎 這錢也算是小錢總自己賺的 現金帶走 保護他的安全 這卡 自己他留著吧 哦 別放棄啊 這卡還你 不當你的醫藥費了 走 走 那根第一百萬呢 哎 你說你 沒事招著那個祖爐幹嘛 看 我走 這不是我剛剛問那張卡 董事長 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小少爺在酒吧是在賺錢 並非玩樂 僅起三個小時 就說那群初二代手 領得到了一百萬的現金 不愧是我千萬才來的 就這東西 不過 史詩啊 他身上 可是有很多的現金啊 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這麼多現金太過了一點 收回了 並且原來搶了一張一百萬元 史詩 做得非常好 哈 上次你給我的卡 我是現在還你還是你 多謝 哎老婆 是我 剛才我兒子在那個酒吧呀 對 然後你 等等 他要給出卡了 一百萬的卡在這 我把那張一千萬的卡 給他小少爺 什麼 啊 我的一百萬呢 我的一百萬呢 哎 我是去代家的 你又不是去賺錢的 嗯 十百 千萬 哎 這牛雖然給錯了卡 但是一百萬也沒錯 算了 先把錢取出來 省一再出變故 老江騙了我這麼多年 這回我也賺錢了 我不能告訴他 我也要偷偷地留著 嘿嘿 哎呦 哎呦 話說 家裡這麼多照片 該不會每張照片後面 對我也不保險貴嗎 不然啊 就這麼一個衣櫃 也不夠老錢藏一行嗎 嗯 兒子 我回來啦 請回來 兒子 這小子難不成 照片牆 我靠 不要 小錢 你怎麼幾天啊 啊 其他什麼我幾天 我上一天把我累都 我都睡覺了 哎大王 你也得騙我這錢 咱家照片牆後面 是不是都是我一樣 我靠 你把家裡老本都發出來了 錢 我告訴你保險 現在兩百萬 你給你娶媳婦呢 要是你媽娶的錢 讓我給保管呢 你怎麼得偷錢呢你 什麼他不管 我不就能了五十萬嗎 不是 我先拿出來 我告訴你 要不然 你對不起你媽 啊 好 我 你撐一下 好 我看我看 啊 嗯 啊 就這行嗎 那不然呢 卡 行行行行 啊 啊 你差點肉絲了 還好我演技高超 不對啊 老錢怎麼知道我有一張卡 我倒要看看 老錢你這葫蘆里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 啊 先生 你先先進行動作名單啊 小心走來動作 你們快來讓別人來這 啊 好啊你个老钱 看来我是个顶级宽二代啊 钱居然还起骗话 您没资格到楼上 去出去 哎 哎 哎 打开 也不能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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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你 你你你不能 死老天 你在骗我这家里没钱 钱董吩咐过 王来了立马启动A计划 见到小钱董任何人不许设计 钱总的身份 小钱总来了啊 快 快把我的东西都收起来 给我手 啊 我手去了 死老天 你在骗我轮家里没钱 陈总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 回来 坐坐 好吧 你是怎么知道管公司的 钱多多你跟我出去 还不拿开 别忘了你今天穿的可是短裙 还不拿开 别忘了你今天穿的可是短裙 肯广不是 肯广不知道 不是 算不到了 老贓 Foi 好你個老錢 居然票不正 誤會了 錢萬財是萬貫的保安 剛身上保安隊長名牌重新做了 喂老錢啊你那個名牌做好了 自己來拿了啊 好嘞南董我現在就去拿 你再給他通風報信 你把市民幹什麼 我那話都沒有事 陳舟舟 你後面背影怎麼這麼眼熟啊 你在哪我 啊那個 我我就是想來看看你工作的地方 你看我喝到總經理辦公室去了 你給我頭根本老了我 那啊我 你是不是讓我先過了 什麼 相信我的話唄 我突然想起來 我還有點事 我叫他你先走了 啊 多多 過來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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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楠總道歉快點 對不起啊 沒事 這回就算了 老錢 你名牌記得收好 好 嘿嘿 楠總 你謝謝 你還好意思問楠總怎麼知道你的名字 你自己幹什麼心理沒書嗎 你在酒吧裡騙那些富二代的錢 你以為 他們父母不和你計條 是我 我拜託拿走把這事擺平的 你知道嗎 你貼的那些錢 你貼的那些錢 是我用家裡的錢給還上的 那是我的老粉 你那喊著什麼時候在這斗篩 你那喊著什麼時候在這斗篩 你貼的那些錢 我做了 對不起 你還知道錯了 趕緊走啊 別叫這終於謝忍 好 董事長您坐 錢董 您說這小錢董 公公已經發現了吧 放心吧 經過這次 這小子也應該放下心思 好 啊 那老兄真的沒騙我嗎 哎呀 這床 怎麼感覺睡著有點歪啊 你放 你放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我好好好我操老前你怎麼又騙我 你說嘛 你這團隊長怎麼還能有專門的姓名牌 行行行好好好 你來給我等著 你又有什麼事啊啊 老錢 我覺得你今天說的很對 我不能再這麼墮落下去了 所以 老錢你幫我跟王冠找朋友說話 你說什麼 你做夢呢 哎你會什麼呀還想來王冠 哎呀 老錢你不是跟那個那個男同關係很好嗎 你就讓他扯了一個職位 你要是不答應的話 我就跟你一起去 老錢 臭小子 思思你現在就去招人 這小子要來萬貫 你就直接給我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這個部門 叫 哎 這小子忽悠人的功夫都是不錯 叫投資部 讓他去拉投資 工作地點 就設在七十層 讓他在我的眼皮裡下 好好的待著 陳董 這會不會不太突然 沒有什麼辦法 他說了 要是不給他安排職位 他就和我一塊幹保安 不是 我吃養了個爹啊啊 請你講一下工作內容 這個投資部是公司新成立的 主要內容就是給公司談項目 那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嗯 什麼 談項目 哎 項目不是你想談就能談的 首先呢 你要去選定一個項目 了解這個項目的需求 以及投資人的喜好 好 那我要選項目 這些都是有一項跟萬貫合作的公司 你在裡面挑一個吧 我這才剛來第一天 就讓我這個新人去談項目 這能是一個保安隊長兒子的待遇 傻子才行 行 那我先看看吧 那你只要算不來找我 我給你資料 這不老錢那天給我那件西裝 這套衣服不用弄壞了 明天還面試保安呢啊 老錢 跟他搞的這身羊的 輕眼 讓我逮到你們吧 老錢 那我逮到你們吧 死老錢 老錢 讓我逮到你們吧 那老錢 這下子逮到你 啊 舉報價格 強買強買 這麼不好啊 都做你一腰 別說不像這樣的啊 哎 不好意思啊 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員工 你這魚公司啊 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員工 我心情不悟 喊他今晚活着爆汤了 我的药是什么呀 这下完了我要是麻烦了 这个是这个这个怎么办 哎 这么大楼子 原来是肯定会被开除 要是没有被开除的 陈多多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才多久就给我躺楼子了 看来 给我开除你的日子又得提钱了啊 趁早开了这个笨蛋 因为他先说还得藏起来工作 来吧 算了 这次我帮你摆平 下不为例 哎瑟瑟 你口气很大 我辛辛苦苦谈了这么多次 你说白了就 张海 你那个项目本来就是想捞油水 虚报价格卡离总合同 我原本就是想介入的 怎么 我作为总经理没有这个权利啊 你怎么办 你别想 实在怎么办 我说你 说不过也不要语言上猥亵别人吧 你要解释的废物就什么这个功夫 我爸 你是赌你那个配钱的混蛋 那边的 酒 宝 张绍 你要的文件 那你这个位你看清楚了 这位是张总监 你早就信了我和我破了钱 还能出现在我没钱 钱多多 你居然给骗张绍的钱 别看张绍只是万货的股价 他父亲张震 可是公司的副主财 张家 在心事也是数一数落的名门 实际上的话 现在 贵上 赶紧给张绍道歉 哎哎哎 谁骗你们钱了 那钱是你们上赶子要送给我的 我还能不要啊 再说了 那钱 老钱不都拖男总给你们送回去吗 牙尖 满脑子歪心思的包花后列 就比这种人还敢万贯上班 这里是公司 请你们几年慎行 你还问我 你 最好一个小子远点 你可想要嫁到我的家了 少个就让我扯一起去 到了张海 编一口一个列种 钱多多是我投资部的组员 而且我就算嫁给他 你不嫁给你的 你再自私 我我追了你这么去 你跟我说的话还没有精神多呢 好吧 我本意清楚了 没有你可这 咋就跟这个屁股搞一起去了吧 难怪你被你心思想 从事 原来外面咋叫我屁股了 你生气啊 被我说中了吗 行 我也不回来就行 老大 我们就这个项目 谁就拿下 谁就坐 来 笑你妈的笑啊 把你脖子给我挂好了 不然把你脖子拆罢了 郑主答应你了吗你就打赌 可以啊 赌就赌了 你认真的吗 嗯 你这么想是吧 好 千万别后悔 这个是中心的资料 准备有关于上面的印象 你仔细看看做好准备明天 重心的人就要来了 啊 好 好 来思思 你真以为重心是垃圾堆吗 什么垃圾都会用 要不我帮你这不收盖 把这个垃圾赶紧收盖 把这个垃圾赶紧收盖 但是公司里有最大的垃圾啊 公司里有人要够吧 那啊 那我怎么听见狗交了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这狗骚扰太准了 我再走 钱 你怎么在这 雷子 你和张凯特事 我都听不懂了 君老爸的话 非有压力 放手聚团就行了 哎呀 老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德性 这项目我怎么能谈成 哎呀 怎么不行啊 你放手一篮吧 那个话题呢 张凯特 肯定赢不了你 你这里边撤死了 郭雪 你怎么那么主定 我能无法扯 你是我 我肯定相信我儿子 你是我儿子 我肯定相信我儿子 郭雪 哥 我说怎么穷酸胃这么重 原来是老穷货 来看小垃圾了 哈哈哈哈 你是万万的跑啊 怎么呢 你是这小六种的爹吧 现在是上班时 谁允许你的妻子 你有资格吗 张 我劝你当人 别当孤儿 看来 张震对你的教育 确实有些问题 你一个破保安肩杆之后 我罢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现在跪下 把这口谈舔干净 我就可以原谅你这个老烈独的无敌 常人 小烈独要是不忍心 你对他舔 也是可以的 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钱居然跟你打张海 你居然敢打 你居然敢打张哨 神明少这张 冒屁 还摔的是残军人坏的脸 也是你的碰的 你居然敢打 呃老东西 你先把张哨打的 话都说不理所 赶紧给我下道歉 老子是说话不理所吗 啊 还不说你在这里 杀谁 把他似乎我闭上 嗯 这是干嘛 赶紧把他抓起来 今天敢打张哨 就别想混在这儿 乱乱 哎 怎么敢 哎呀 放我呀 我先走啊 哎 你别碰我 别碰我 老师 你这个儿子 教育的挺好啊 这 这完全是个误会 这孩子 平时很懂事 我记得 张涵手上有你给他的 百分之五的股份吧 清楚啊 这孩子年纪小 不懂事 回去以后 我一定重重的罚他 这股份 行了 多二十年了 连你不想了 股份我先收回来了 哎 哎 切关才 迟早有一天 我也把你股份 赶出万贯 这董事长的位子 真的是我的 老秦居然跟大张海 他真的是宝安 看他那样 也不像啊 他里面穿的衣服 一看就是好妙子 这时候有蹊跷 老秦的身份 一定不简单 陈多多 给你的资料你一定要看啊 这有助于你才能一件效果 哎 记住 明天一定要穿这个装 重心的人比较看重这个 哎呀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啊 我想让你赢都不行啊 我可不想 翻张海的女朋友 恐怕是另有眼情吧 我一个小员工 能让上面这么重视 屡次三番给我送项目资料 而且 老秦还那么笃定 张海赢不了我 那我 天不如你们的愿 这都几点了 还不来这个地方 我就知道那什么货铺 我老乃思思 你都知道 你就算有个屁股 要有个有种的 你是不是又跟人家人走呀 张海 甲方就在里面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吵 子酸 南总 你这眼光有点奇葩呀 放着张少不喜欢 喜欢这种非主流 你你你你 你又穿成这样 那后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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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那小子是自暴自弃的吧 那小子是自暴自弃的吧 那这啥 他就不是明白的 要把你送给我吗 虽然我不想他谈成像 但也不能让他破坏重心和万贯的关系啊 我还可以给你再争取一点时间 你赶紧现在立刻给我换一声 哎呀换你个换 就让你傻子进去丢人现眼 哎 哎 哎 这麦内妹的钱多多 我 您贵心啊 您走 咱们也是吗 朋友 您别在这小子进去啊 你知道这空气就行了 哎 没想到 现在的您这样 这么有创新 我 就喜欢你这样的 嘿 What's up man 你是每天我的中原黑怕 我的韵脚和脖露 都会让你们感到害怕 SK 啊 别在这儿躺 别在这儿躺 你没想 这小子第一次看他不错 难免啊 丢人现眼啊 别在我没看出来 我是看出来的啊 既没规矩 又没教养 啊 你给我坐 你 你 我 也不给你 对 哎 我是t 我的 那中国你们 哪发 小商是 那个 你的 您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之前讲的那些 都在循规蹈取的 就像咱们有创新意识的年轻 来做我们这个项目 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这个项目 受众就是针对年轻人 看你穿成这样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穿到满时前 你们穿不上 你们反倒看着这个二流子 靠 南思思 不是说众心喜欢别人症状吗 怎么看上我了 好 不是说喜欢创新吗 我现在就是整个妄罐里 最循规蹈取的人 李总 你冷静一下 只有我的创业 才是最符合你想法的方案 能跟二位合作是我的荣幸 接下来 我一定会尽全新努力 来保证双方合作的一方 他能有什么想法 他就是人 从小接上的教育 就注重他这个上榜 才能这东西 李总 您不是说我去变我的想法 确实是那种吓成想不出来的东西 跟你说话了吗 一来好是欲如上下去想法 你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贵族事 这是人才辈出 因为钱多多天上 不仅穿搭上 很有想法 非常懂礼貌 你能给区别退代了吧 张海 你要是能好好谈 你就好好谈 全部好嘛 你就出去 看了之后最后一种办法了 那就是把他们的意见 全部贬低的一文不值 我们这个APP是针对年轻人的项目 所以这个APP的界面 我们想设计的更加跳脱 射人眼球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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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做点啊 这小子就是不识货的 让他在这儿 识货打我们的想法 不如把他赶出去 你你的想法 现在的年轻人 已经被快节奏的时代压坏 见面要是在跳脱不可爱 让人难以理解 谁还会青睐 you feel me 吗 那看来我们的想法 太落后了 那看来我们的想法 李总 岂止是落后 简直是太古板了 你们那二位的想法 都让我不禁怀疑 你们到底适不适合 开发这个阿婆婆啦 放下 你敢至于啊 李总 这小子脑子有问题 你不如听听我的想法 这确实怎么APP啊 射涵 你这样是适合我们APP吗 你的想法 都是符合我的想法 一点自己主上的想法都没有 我看你啊 才是真正的门外汉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就是 真 对 我 你们就是 真 对 我 小海 别人丢人 你别忘了 要路由周青浩合作呢 真好真好真真好 白子一个女朋友 小海 你先为什么念 你小子别太可疑了 看来前些人说的对 我们啊 确实不太适合开发这个项目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千多多 你居然把重新和外卫的项目搞慌呢 真是图约是地数了 你们这上面上去混账吧 哈哈哈哈 哈 阿妹 你刚刚那时候千万别往这里去 你们的想法其实非常正确 南总 你就别说公为我们的话了 我们呢 已经决定了 什么 什么 还能是什么 动人是因为去那么这么长话 他们不跟我们合作了呗 哈哈哈哈 这个项目 我们打算全全交由钱多多先生负责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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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说的这些话 让我们提呼观点 哎 如何联系的APP 就应该有 有想法的联系人来做 那我觉得 那我们可以把他弄下了 好的 你 你 啊 张海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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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不是我的老东西 你让我走麻了 我告诉你 就算你的一个人能做什么 那你是个羡慕就叫我的浪货 其浪货之人不如不做 思想颓悔玩不活 你要处理现在的 在这个做的也不太行 哎 哎 他干嘛我 动手 可是 龙腾项目凶持 不要坏人 呦 你问问你的好孩子吧 不是小子 你干什么啦 李总为什么要终止项目 我 是 这个是 我 这手都可以一个 这切兜兜的接 有关 你怎么会 什么还在扣我头上哎 你给我等着 你 叫叫我資金 不積 還好沒失碎了 還好沒失了 啊 我們準備增加項目資金 由原來的武藝啊增加一倍 給你們十億 我們現在把一新的合同吧 什麼 居然能把這種新的項目談下來 並且搬了一倍的項目資金 這真是奇蹟 什麼 聽聽看你不用激動 我們知道你會讓他百分之十的分紅 知道也是李英德的 完了計劃失敗了 這是 沒事 他媽太高興了 那我們來重新領先合同吧 等會 他把項目談下來 那我不是得和他在一起 錢說項目 項目 我知道 沒談成 是吧 失敗那成功之母 也算這小子幾載些經驗了 沒事 不是 談成了 項目資金還算原來的五億 漲到了十億 你說什麼 中興把項目資金提到了十億 十個億 不 不 你 那我 謝謝試 MRI 誰摔 好 火 這邊 什麼 这都能弹下来 不是 仲星的负责人脑子没问题吧 不对 肯定是老钱 看他之前胸有成竹的样 他肯定是提前跟仲星的人串通好了 故意让我弹成这个项目 钱多多在吗 我在 有事吗 有人点没找你 找我 难不成是张海那个高管爹 找我算账来了 您就是钱先生吧 我们现在正在拍摄一部短剧 也是针对年轻人的 已经拍摄一半了 您看到时候能不能在众星的APP上映 风红我们是一定少不了您的 剧 还真没听说过 您要是不关心意的话 可以来我们拍摄现场看一下 这 这绝对不是老钱的手末 太拉严了 齐齐先生 林康怎么样 是不是演得特别好 是 是挺好 各号如各山 我做他们成功吧 那我们的合作呢 这破剧 不得亏死我 和 当然 现在就先回 你先上午了 怎么不跟我商量 就擅自做决定啊 他们名字叫什么 是一个 那个短剧 后面会在重新APT上线 叫那什么 武魂 今天来个这么少 来泽泽 这就是你 天拖任雪拖的男人 张海你真是狗狗 你主不像呀 钱多多和你不一样 他很尊重我 不像你 要不是张叔父 你早就进局子 张海 上次的赌约你输了 是个男人就感受的 思思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你离他远不远 啊 你不是什么 什么鬼啊 你敢毁于 何老子把我 你废 蓝思思只能输 你别看他现在你不轻易 到我 然后会被我玩坏 哈哈 你 是我可在说 我两个小子买素不了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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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手都不想活了 看 行 你或者他把伞 签了个这么来讲 就等于被开吐了 走上 另外一项目咱们打下来吧 行 哎呦 这不是仙多多吗 听说 你谈了个巨沙批的项目 怎么 你的猎种血脉终于觉醒了 这一次啊 赵少可是谈了个大项目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到时候把你神圣的晦气传给赵少 哎 这钱呢 这小爷我心事 把众生的项目让你 谁知道 你非要当上 果然 圈子 就是 这 众星的项目 怎么没得你自己心之毒 众星的项目 我可是一点都没上心 可惜呀 最后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 现在啊 项目分红拿到手软 谁懂 你别以为在众星的项目上 最后一千万就不及 那项目原本是我的 要不是我让给你 你就只能借这种垃圾项 赵海 你凭什么那么堵定 你的项目一定比我的好 你还换起来那蓝项目能赚钱呢 你那项目要是能赚钱 我就把万贯所有的都舔进去 把人资炒什么 爸 你是带出王这小子的吗 啊 我我我我我 哈哈 你清楚做 上面已经只是当你记录的蓝项目 赶紧把这个亮晴物 我这一条吗 张海 你唯一的优势 也就是有一个高管爹了 你必须就是好带人 上次还有个标的项目 就让谁算了 现在可这个城 现在就是你 一起算 我现在就能开除你开除我 张总 你的项目明是张海自己作美的 而且 钱多多的项目前景果然不好 但也没有给万贯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呀 你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 只有公主 关心情果 开除了多注意一下自己在私人 你别一别 要躲 一别跟躲 啊 啊 啊 走 我叫太阶 哟 好一途狗咬人呐 小狗牙口都好 老狗就来咯 赶紧收拾东西 跟他这混蛋 想开除我 万一我的项目呼吸大豹 你开除我这个橱窗 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呵呵呵呵呵呵 信你那个项目能大豹 还不如信 我是万贯的老祖吗 啊 我还是那句话 你的项目要是能赚钱 我 把万贯 锁罚的都捡一遍 这次 我不能捏 短据赚钱 那还不容 万一 你还说得像是赚钱 你投资转利 据我所知 众计者分红 你抗大神 要比 就比你二人神神像 看他不像 人比划划 很努力 小文贴 明天 短据上线 一切智慧见分晓 我操男思思 我没答应啊 钱东东 你感觉都上线一村了 这波发量怎么定 点水花都没用啊 张海 你的情人太胜了 哟哟哟哟哟哟哟 小学我来让啊 可惜 可惜我们张少录音了 哈哈哈哈 想学我们张少的爱账啊 想的美 来来来 都过来看啊 钱多多要钻裤裆了 你 张少 我怎么了 算了 谁没去 嗯 嗯 不叫 你 你 就从我的裤裤里下钻 钱狗 快来钻呀 哈哈哈哈哈哈 太过了吧 坐下留意线 又好想见啊 我进去 张少做事 又能找你自首画脚吗 就是啊 就是做狗的诫命 让他从从手里裤裤 连着他组上上都上了 哈哈哈哈 让他 你不要欺人太胜 这才刚上去你急什么 男走子 你想干什么 男不成 你想帮他 行啊 男总 你别这么犯戒好吗 别的女人 都是让男人当在后面当个宝 你倒好 上赶着给钱多多当牛做马 这赔情活 你就这么愿意当吗 谁让你插嘴 谁让你插嘴了 老子跑都没说话你插什么嘴 哎呀 哎呀 男死死早晚不得是我的女人 要你闭闭了吗 张少我错了 你可千万别什么玩意啊 我我掌自己的嘴 告诉你多嘴 告诉你多嘴 告诉你多嘴啊行你鬼没去 杨总之 你也想要我放 可以 别离办公室没人 你进去 我铁半个小时 我就可以放了 你也是 嗯 嘿嘿嘿嘿 对 撒 剑 几 这 是发生 这 有事我跟你打的 别放死死 你说我来 那你就快钻了 我 信个名吗 莫不辰 我 我 就算他我能不羞辱你的体验 哈哈哈哈 就快拽了快拽了 人口就多了 第一次叫狗人了 来来哈哈 别管你 你们就这么放出给我 我怎么说 哎呀 诺诺看见狼 啊 追不去 居然是爆了 啊 这怎么可能的 哎 啊 肯定是你想他 拿重心的钱 你头脑的烂酒 你让我滑下了吧 这快完了 啊 啊 你 啊 小姐子 跳到的短剧啊 重新的APP 带来了巨大的下载量 APP现在的热度排名啊 你跑到第一啊 哎 前头脑 你两个下骨链走出来 不要说第一了 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还不松手 前头脑 你跟打张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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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履行咱们的纸约了 我也 能让你去选公司的拿走 你去挑一个你最喜欢的 去舔吧 啊 你先松手 啊 啊 你最为了帮你这么做 前头脑 你别太过分 张少爷你给你打赌 只给你面子 呦 两片 我知道 只要你喜欢给张海当狗 要不 这个厕所你给他去捡 正好 给你感情有心性 张海 还要我欠你吗 别震动 不让人不起让人 你别态恨禁止 不让人不起让人 不是你们逼我的时候 这事叫做吧 别来揪住 陆总裁 可不是白当的 有有有有有有 我好害怕哟 怕得我现在就想把这条路因传到网上去 到时候 就让人知道万贯陆总裁的儿子张海 是一个言而无信 出尔反尔的 把 男 我这把我走啊 啊 你千万多 有爹是没爹要 我知道 你就是嫉妒 有个牛逼的爹 而你爹 只是个熊熊的不安 说了事 是得都躲你背后 死老前 张海是傻屁样对我爹护着 他倒好 隐门身份让我被别人欺负 死老前 到底是不是我亲爹啊 难不成 我真不是他亲生的 哎 谁骂我 正是因为张总溺爱你 才把你养成这个不生气的样子 陈多多的父亲虽然职位低 没有话语权 给不了他很好的物质生活 但是他庆祝大家上任的爱 已经让他培养成了一个 独挡一面的人 这两个项目 就是最好的证明 哎够 我也不想听你们废话 天不天天不天天不天 不天我就把这条事情搭到我们回去 到时候连累的可不只有你张海啊 到时候影响了张总不要紧 万一影响到了万贯的名声 说不知在我们万贯副主台的位置 还能不能保住呢 你又不是那是发什么汗呀 发了我就让我爸开除你 开除你们爸 你们一家都转开这边跑 就是你以为吓得到我们张少 能吓得到我们张总吗 你不是吓得就算了 还敢威胁我们 这事你想算了 我们张伙就不能做 我看这样 要不你把你刚倒手的奇异分红 赔给张少 赔金神组织费 我看这二位 说不定还能原谅你 你准备 我说坏戏有意的东西 你赶紧回神经 你赶紧回神经 爸 你又昏逃了 你真要我去填马桶啊 他昏逃 你以为他刚才说的 在说回家不是吧 你把老子给理论上了 谁跟你收拾万胖子 快去 他要去回去 他要去回家 他应该吧 爸 你这样的车角子 踢在咱们头上了 钱豆豆 你现在改变主意 咱们的关系 以后还可以缓括 不好意思啊 我 不稀罕 是吧 这些事情 你放心 我绝对不放这些 你们出去 哎 我的女朋友 平时让他听 你 小豆豆 敢如此 正如我儿子 我以后定将你 跑死 我 都不已 回书 我就在 我 你 我 臉呐 幸福没听张的那个老家伙的 呃 呃 哈哈哈哈 呃 呃 呃 咋了这是啊哎 鬼没去 别把你丢了 你咋子催着 什么出发的 赶紧跟叔叔当天 你今晚你不看我手 还不骆手 又让臭褥的你叫我来 这小子说话就没出发 你多担待一点 我已经了解了 事情原委 陈刘作 这件事情 你做的有点过了 前马董的事情 你算了吧 那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正好有个箱话 要处理 怎么说 还是你这老恩爹 你心里干嘛 小心点 请问他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爹 你还帮他 你给我做 儿子 你别叫我儿子 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 之前张海那么欺负我 不见你出来跟我说话 现在他好不容易 你还帮他 你最好真的是 过来 过来 前叔 您老师坐会儿吧 唉 草率 是我一时大意 我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肯定不会管的 前叔您 这也是游戏狼 我会劝他的 不足而远的 多多在选项目这方面 眼光确实堵了 我决定 全力培养他成为万贯的 下人董事长 向董事会举荐 要能拉下 灰藤的项 副总经理的位置就是他的 哎 四四 你说我硬硬硬硬要告诉他 我是这些身份的 我觉得别了吧 他现在本来就在怀疑 是不是您天上的 您现在告诉他这个 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我看您还是想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哎呀 早知道我儿子这么容易 我隐藏什么身份 四四 马上召集普通 开会 好的 通过这两个项目 我想各位对 钱多多的工作能力 是有目共睹啊 我已经把灰藤的项目交给了 灰藤项目 一谈 但是是出名的难做呀 如果他能够顺利拿下 我想由他担任 万贯的普通经理 怎么样 你们没意见吧 不反对 不反对 老张啊 你为什么反对啊 各位 光中某个项目的完成情况 不足以证明谁 适不适合 副总经理 职位 而钱多多 对上师不攻击 总是自以为是 而且嚣张 把握 我儿子张海 就是被钱多多放弃羞辱 更不能接受的就是 现在公司 上上下下 都在为 钱总的事与 和服务 公司的财力物力 那是消耗了太多太多啊 所以这个职位 钱多多 根本就不适合 哦 那你觉得 谁适合这个 副总经理啊 当然是我儿子张海了 他能力卓越 上一个项目 更是为公司 创造了 三千万的收益 所以 这个职位 为我儿子张海 我说 荒谬 张海的项目 那才是你 谁懂 事实摆在眼前 钱多多 住职的时候 抢了张海的项目 张海通过自己的努力 又完成了一个新的项目 难道这些 还不是立判高下 张总的话 不无道理啊 要不我看 这副总的位子 行了 张震 暂且当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 就给他们定下个考课 灰藤项目 那是货真价值的 需要真本事的 正好 万贯有两个灰藤项目 那就交给张海 和钱多多 他们两个人 谁能拿出业绩来 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 交给谁 怎么样 这两个项目 符合那个平衡啊 那个项目旁边的公布 行了 如果钱多多像你说的 一点本事都没有 那我就是把好的项目交给他 他也会办啥的 我问你 你有这么好担心的 好 我们就要让钱总说的来做 灰藤项目 谁做的更出彩 付总经理的位置 就谁来做 还在不高兴呢 又给我拿项目 这个是上面给你的新项目 只要你能拿下 就能升值加项目 这个 该不会是老钱给我的项目吧 怎么会 老钱他就是万贯的白队长呀 你到现在还在怀疑你 最好是 今晚 有没有空啊 要干嘛 今晚去我家 你尝一下我的厨艺 能不成 也是 我们虽然是因为赌约才成为男女朋友 但一直没有进展 不过 南思思也太主动了吧 那我 真是太荣幸了 哎呀 哎呀 这 这 我不想让他给人回家 啊 啊 啊 张上 找他钱多多的项目 这个死钱骆驼 竟然想跟我家 这个破功目项目 就让我去做 保准一做一个不知生 这部总裁的位置 我就希望那了 嘿嘿嘿嘿嘿 这 这是你的厨艺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 钱多多 我现在不是你名义上的女朋友嘛 你想不想 他变成真的 你真要做我女朋友啊 真你果然寄予我的帅气 字直男 怎么一点风情都不懂 钱多多 是为了発傻了 你想 我是万贯的总经理 你和我谈恋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且你真的对我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自己都还是个储 还想来勾引我 该不会 是老钱让你来勾引我 他干什么 他不会嘴上说对我没兴趣 其实早就喜欢上我了吧 近距离这么一看 都好像还不错 说什么呢南西西 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 没没有的事 我喜欢你 跟别人没关系 同场作戏 同场作戏 南西西 你可千万别当真 臭屏子 老子为了追你 放着家里大别墅铺住 特意租了个泡公寓 你竟然斗鸡血神 你不是喜欢正男人吗 那就别怪我手段粗暴了 反正你也是个贱人 也不值得红柔对待 他有这个内容 跟我抢 我让你很深 他有羡慕 一个都得不到 喂 周叔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给我去弄种药 就那种 能让女人 百依百顺 成为我最听话的狗的那种 周叔 您是不是小时候看多 现实 哪有这种药 那你就给我 弄迷药 不要那种 药是最某的 您终于要对 南思思下手了 南思思这女 不知好歹 我必须让她知道 到底应该成为谁的女 遭不住遭不住 这女人来真的 这十有八九 就是老钱给我的 升职加薪 我拼不住女人 公墓 这就是老钱 特意给我挑选的项目 对 这个项目 很可能另有隐情 老钱塞给我的项目 能这么简单 就只是修个公墓 哎 哎 哎 嗯 听说 你也见了个会谈的项目 哼 你敢的个真啊 竟然敢跟我 接同一个公司的项目 这不明白 他就是张炮灰 我给您当绿叶 衬托您了 嘿嘿嘿 陈多多 实际上你 自己跟董事会申请 退出副主金 一个破户 能掀起多大点水 谁要跟你竞争 副总经理的位置 我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 我肯定怎么是个不效 啊 这 这还不明显吗 那董事会肯定是 觉得我更有资格 做副总经理这个位置 所以啊 他把一点前景都没有的垃圾项目 给了你 对吧 这才你明白了吧 董事会肯定是更同意我 当这个副总经理的 啊 照张海这么说 副总经理这个位置 岂不是内定给他了 那还不过行呢 是吧 装模作样 怎么过场 老前到底是个什么职位啊 能给我项目 但是只能给我烂个 能不成 他职位比张正低 得 你是知道自己比不过我 所以准备放弃了 哼 放心吧 张海 我是不会让你做伤 不是 我出来台项目 他俩跟着干啥 反正 肯定没按啥好心 你自己注意点 这位就是钱先生吗 幸会幸会啊 我可不是那个废物 那个废物在那边 你不是钱先生 那他之前 钱先生 先谈项目样子 啊 上面的意思是 在这修公墓 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 钱东东你懂什么 上面做的决定 能做到你来治愈 赶紧闭上你的狗嘴 好好听张先生说话 坚持的笔记怪 两个矛头小伙子 终究上不了台面 不能理解 高层人师想法 幸好这里啊 还有我们高层人师 刁伯 我们谈谈 江先生和钱多多谈项目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多说了 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你们跟过来 不就是上蒋黄 钱多多的项目吗 回公司的人好像不是很团结啊 这样的状态 能做好项目吗 你思不思想呀 这事还用问啊 肯定是做不好了 喂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张海 你就是这么跟合作方说话的 赶紧道歉 江先生 张海和钱多多是竞争对手 他这么做就是想搅黄这个项目 你可千万别着了他们的道 哎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小海只是天心率直 再说 修公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公墓是我们缅怀世子的重要场所 至于小海 他纯粹是心知口怪 对公司的安排严格执行罢了 张先生 上次你可不是这种态度啊 上次 张先生 你认识张震 是啊 抱歉啊 我先接个定 计划有变 什么 钱多多 看来你好像连公墓都修上 你拿什么都跟我争啊 公墓都修上 那不正合我意 正好我可以带先去休假了 不过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好 江先生 项目是有变动吗 您放心 不管有什么样的变动 我都会尽力一下项目做好 哦 是有些变动 上面不打算用这块地来修公墓了 不修公墓 难道修 花粉池啊 花粉池我们可修不起 上面刚下达了新的纸 这块地 要改修高档小区了 啊 什么 这么可能 你这么搞错了 张先生 你说的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上面做的绝境 轮得到你来智慧啊 怎么会是这样 之前我去谈的时候 明明上面的态度很坚决 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那还不是张先生你的功劳 什么意思啊 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忘记了 你前几日去灰腾 非要见我们老板 花了三十分钟 用了几百页的PPT讲解 在市中心修公墓 有多么多么不好 改成什么 其他的商厦呀 小区呀 公园会有多么高的收益 这不 上面被你说动了 连夜修改方案 只不过改的时间有点长 直到现在才通知我呢 不是 真服了 你们父子俩以后干什么 能不能商量一下 有你们这么办事 我的怠心假期呀 你是说 钱多多的项目 能从公务变成高档小区 那谁我爸很差一脚 那和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帮着你亲儿子 你就帮这个建筑谈项目 你也真是孝顺了 但张先生来谈项目的时候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还不是钱先生 是叫张什么 原来是你妈 这什么可能 高档小区 这不可能 钱多多的小子 怎么可能这么好 你这不是听错啊 你这么办事是吧 行 我记得你们万贯 还有一个项目 在回团合作 负责人叫张鹏 就是你 你这小子疯了 敢这么对待 回团的人 他把这个项目不要了 少来给我滚开 要不是你 钱多多的项目 能从东路 变成高档小区 原来我当上副组经理 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下好了 他有跟我竞争的资本了 这里 真不求公目了 千真万确 钱先生 你就放心吧 能不能再改回去 这个 什么呀 哎呀 没什么没什么 太高兴了 哈哈哈 钱多多的公目 改高档小区 你不高兴 不 高兴 喂 徐总啊 我觉得我们灰藤和万贯的项目 只合作一个就够 因为另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完全是一个心高气傲 会解约呢 你干的什么 钱多多 不是小钱多 你不用为他说话 这个逆子气死我了 喂 钱多多 你干的什么 灰藤们为什么会解除 和办公的合作呀 呀 老钱你怎么知道 会解除合作了 你别转移话题 今天你要被给我解释清楚了 我 什么 你说什么 小钱总的项目 被张海调话了 杜夏村项目负责人 是张海呀 啊 你 你 你什么 老钱你给我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万贯和水友合作 而且还知道项目负责人 你到底是什么职位 哎 儿子 爸正在巡逻呢 我现在 走到车库了 啊 啊 幸好我听不见 我打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您也得给我说的机会呀 死老钱 露出猫腻了吧 怎么了 你这么生气干嘛 老钱都告诉我了 你在说什么 他的真实身份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 就是向我确定项目 有没有顺利进行 你也不用再装了 钱多多 你在说什么呀 老钱 他不是万贯的保安吗 我去 我这么精湛的演技 都没骗过他 还是说 他真的不知道 还好反应快没有被他炸出来 钱说还不知道项目被调换的事 怎么可能打电话来被他想 等会儿 钱说不会露线了吧 你赶快点请说声量一下对手 听说 男思思应该是真的不知情 死老钱 男的还挺死 我能把你真命揪出来 你放好 谁能打电话 钱多多 我拿不下 男思思还不说多情话 哎呀 男思思你不是喜欢勾引男人吗 老子今天就是老子的厉害 你干什么 你不怕我告诉董事长吗 你赶紧放我走 我可以当真实没发生过 你 怎么弄晕过去 人家告诉是假药 张海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要是敢碰我 我让你老底坐穿 搞你敢告我 你跟我是会样语的 谁会叫一个被人穿过破鞋 哦对 钱多多会 钱多多会心甘情愿当你的路 到时候就告诉他 你今天在乎生下有多么阴脏 你啊 你怎么 跟你回来我的孩子 我就让我做张记的事 啊 我还还没碰到我 啊你打我 你搞我吧 我 啊 你不是没听到吗 不是我没抱他呀 不是为了我男人 不过你给我等着 啊 爸 爸你別打 媽你不用擋了我 別急 以為你這樣 兒子不相互一起 以後連男士是遠的 再不看到 見你一次打你一次 滾 郭哥 謝謝你 沒事 這是我應該做的 怎麼樣各位 就錢多多鎮職 副總經理的職位 大家沒什麼意見了吧 小錢總的能力 我們都無容置疑 這樣是給人升職 鎮主 為什麼不在呢 張震 你又搞什麼鬼呀 把視頻關了 快關了 陳多多你怎麼進來的 會議還沒開始 趕快出去 剛才 屏幕上的人 是老錢啊 陳多多 你在說什麼呢 你剛才看的那個是 平保吧 我剛才看錯了 真是 年年是皆大歡喜的事情 為什麼 不能向損財貴報呀 張震 你的事情 現在的對焦 不代表以後有 現在 你給我閉嘴 我閉嘴 我是木總裁 我憑什麼閉嘴 閉嘴 啊 賢多多 他被我放手 八寶男 張震 你這是這麼無能扛怒的 臭 你這張戶在裡面都是吧 幹什麼 趕緊 叫你們過來 是宣布新的 陳多多 我懷疑 是男思思 濫用之群 把我的 快點錢多多 各位 男思思思說不能 為了自己的拼頭 和不惜公司的利益 我建議 把這本給你開除了 您您是張海私下眼紅 陳多多的項目 偷偷自己調換了 現在又過來 顛倒新的非白 張海 真無恥 張震 我已經忍你和你的傻子很久了 你現在還登鼻子上臉 啊 我又沒有損害公司的利益 我賺得多了 公司 人也賺得多了 瞎屁 崩壇 死 死 還關你們 行了 咱們公司不是有監控嗎 把監控調出來查一查 不就知道 莫莫怎麼說 你和男思思就是 我不正當男的關係 因為你這種主持座 啊 根本不被身居高位 誰說我們兩宿 不要亂想 之前一直沒公布 真的還要再忙笑 怕大家分析 其實我和賢多多 早就靈活了 啊你我 怎麼啊 你到現在 還怎麼瞞著呢 我靠 讓這女人登場了 男思思啊 你覺得怎麼騙得 快就靈活了 過來你什麼事啊 幹什麼啊 刀副 哎 上海 是不是跟你說過 以後離思思三明 不是見你一次 你還想到我 啊你來呀 你還想到我 陳總 你當我兒子 你當我兒子 陳總 不讓我當陳總 你哦 我呀 啊 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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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事 你到會兒給我追命啊 這我兒子 我兒子知道 此次這麼邪 起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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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谁给你们的打仗敢欺负我儿子 我今天和你们围团 老秦 你跟我说清楚 你一个保安队长 怎么能调动这么多人 儿子 我听同事说你被欺负了 我一着急你打着脑袋一肉 我就跑过来了 好好好 你一个保安队长 来万贯上班穿这一身 你呀老秦 你好得很 嗯嗯 儿子 我听说你生日了 我特意 借这衣服 帅不帅 啊 儿子 我是给你张张脸 别辣 谁知道他们对吗 跟人 借 随时就给挑你啊 水 水 卢哥哥 儿子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儿子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经历哥哥 我早就没事 八十万本了 把门队长 难不成为我一个股东 我陪你去发一块演戏 哎对呀 老秦又是什么高管的话 还至于跟我们自己干这些当活累活吗 你这孩子也真是伤你爸的心 那老秦可是求了好久 才借了这身西装呢 你一不领情也就算了 还至于老秦的习习吗 老秦二哥平时对我们特别好 有事兄弟闹不上吗 那也情书 事当演演就算了 要不然以后坦白遭罪的是你 这样的吗 那老秦 对不起啊 你别跟我计较 没没没 误会解除就好 哈哈哈 刚才因为咱这次一闹啊 把真实都给耽误了 嗯 听多多啊 从现在开始 董事会决定 你就是我们的新的副总经理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儿子 事情都解决了 那我也该去 知情去了 哎老秦 这下咱俩算是把张震父子俩全得罪了 现在我是副总经理 他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但是你一个保安队长 还会不会秋后算账把你开除啊 你小子就光顾你自己了 你现在已经是副总经理了 他要开除我啊 你不会保护我呀 不是 那张震他是副总裁 他的职位不知道比我高多少呢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想看你老爸好过 都知道 新冠上任三八虎 你职位比他低 但是你好歹被公司拿下 三个亿万级的项目 你想干什么 他张震赶了你 哎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拿下了三个项目 而且好像对我项目收益还这么清楚 我记得 我好疑 我是听别人说的 哎哎对啊 我们巡逻要迟到了 我得走了 啊对对对 我要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个说巡逻 一个说知情 我看你们搞什么 是没跟过来啊 这小子啊 我觉得好像发现什么 下几个几次人 刚才就在那打我 爸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替咱俩招新家的几次人 你也要连着 该比这种不动手 有失咱们身份 前半菜 保安 你可好好看 赶紧想了高层会议 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长振 我看你说不就大小王了 啊 你 哎我 老前 他们为难你了 这个长振 要不是钱多多在这 论着找你怎么在这嚣张吧 儿子 你怎么来了 上班时间赶紧回去上班 去去去 哎 哎 而且当时在开会 老前擅闯股东会议室 股东们都没有生气 反而还为他辩解 哼 不是说要执琴吗 我倒要看看 你在哪知情 我一上班去 哎呀 看来 这有狗在有人哪 陈老前擅闯你骂谁种啊 你这个老曾爹 善会议室 你这个我们 不这么轻易货 真是一定货 一个莫无尊长 相当保护 一个为了不尊 恬不知词 后来做成这样 哼 陈老大 你打我这事 今天必须得有交代 要吗 我打回来 要吗 我平行三 你跪下来 给我挺干净 张震 你就这么看着 我当然会这么看着 你还在什么 一个臭门啊 杨木臣想以消攀山 老不死的 赶紧捡起来 这什么啊 提提报告 你们想辞退我啊 你上场重要会议 还殴倒万贯高管 辞退你 是签的 敢行我吗 没起诉你 还能让你 在家站着 抱歉 你真打算签 没事 我就是判断啊 你 张震 老不死的 你今天 要么让我打回来 要么就把自签了 张震 这件事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有你说话的 你在这装什么呢 就凭我现在是副总经理 而你 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总监 别老大 你也瞎 你没看出我站在这里吗 同样的话 一样似乎 就凭我是副总裁 而你是一个副总经理 开出钱吗 还乱不当你说话 今天 他必须让李子邦的钱质 要不是多多在这 我至于这么憋屈吗 这是让我在暴露身份和离职里面选一个呀 一个说失去了儿子 一个说失去了工作 我容易吗 你别欺人太甚 你要是硬逼信我签着离职报告 而我 又没离职成功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哈哈哈哈 你一个破款 竟然还在问协 万贯副总裁 真是道理 谁啊 监工 让人笑掉大雅 老 ב� 你不给人家缺 你不给言签 监工 脚 马貴 将海 放死我 铺 陈铺 又来ели 从前 solved 现在就是 钱多都这么没有 你还给他订婚呢 我和谁订婚是我的事 你 好的 世上的云千千万 你何必 他会不说一句 杨花红色吊死呢 先生 你有空在这里嘲讽别人 不容易担心在你 我有什么事 先前被张海弄丢的重心想 和这次被你俩脚黄的度假推想 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 总是会一点责任都追究吧 这两个项目被小红了 都是他钱多多 要追责 要追责钱多多 你们喜欢甩锅我不管 等到董事会那边了 你们俩慢慢死 干嘛 还不去会议室 真以为自己很重要吗 让那么多股东等 你以为 就给你这个嘴 一臂一张 我就会信你了 你不过是来解救钱万财的 董事会那边 根本不可能叫我去换业职 南思思 那个臭表 就怎么更小 追子吗 我爸可不 追子 迈是董事长才能追 倒是你这么骄傻 你就不怕我爸 找你追击他 张海 死到临头了你还追 你个猎主 哪有你说的 南思思 我要再给你这个机会 赶紧跟钱都得退婚 今天晚上来我张权 我还可以让你做我张权的少夫人 哼 谢谢 来思思 你能做我的女人 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别不识好歹 现在的年纪人都这么受恋吗 修华连脸都不要了 哎呀 别乱说了 现在年纪人可不这样 他这么说话 纯粹不是令他傻逼 对对对对对过我什么了 跟屈性一吓 跟我爸招了电话 你让我聊你 嗯 哎 是吧 哎 可以收拾个老邓的吗 啊 他还没给我借钱呢 赶紧别上去 我去会议室 爸 你还真信了南思思的本话 董事会怎么可能追着了 南思思就是胡说的 你啊 董事会打电话就想去会议室 你整齐的东西啊 还不敢一刀 消灯 不不不不不不不 哎呀 放心了啊 放心了 放心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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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告诉我 那思思为什么要来救你 因为 为为为为为还给你演呐啊 你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你闯进董事会 那些股东非但不追责 感而对你攻进取家呢 没有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情况非常危机 那些股东干嘛就攻 哎 田逗逗 叔叔要去上班了 你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 嗯 我想有个事跟你讲 来 田逸逗我不知道啊 你俩是一伙的啊 田逗逗你胡闹什么呢 叔叔真的要迟到了 对 同事们正挡着我 我不和你说了啊 哈哈 拜拜 老钱你要是赶走我就 我 哎 现在挺好的 替我说话了吧 你说你说 是这样的我奶奶要过生日了 我想着你到时候跟我一块去 正好 咱俩可以把我的婚约告诉家里 我靠 他真要跟我结婚 怎么 你不愿意啊 只是 你想好了 咱俩要是真把婚约告诉家里 咱俩就真的分不开了 钱一亩 哎 那行 那到时候我一定去啊 你说你奶奶的生日 自从你父母去世之后 他们家就没管过你 还是我把你养大了 现在怎么突然想起来 找你呢 不知道谁跟他们说 我在西市的大公司上班 他们一得到消息 就非说要来找我 看来是一群势力点 这样吧 瑟瑟 我给多多准备一份涉理 到时候你就说 是你提前给他准备的 免得他到时候生意 这个 是我准备的礼物 你到时候就把它 直接给我奶奶就可以 奶奶过生日怎么 还要你准备礼物 不懂 我奶奶他们 比较看中了礼物的价值 低于五百万的 他们都会嫌弃 五百万 那这个礼物 差不多的价格 那 你拿好了 前书怕不保险 五百万的礼物 换成了五千万 这下肯定没问题 就算南思思是万贯的总经理 可五百万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出来的吧 要我说 这该不会是老钱给我准备的吧 上次南思思为了让老钱脱身竟然主动亲我 他俩肯定有事买着我 好 待会儿我就把这个顺利赞 哎呦 思思 十几年没见 除了他这么漂亮 听说 你现在在万贯上班 二叔 今天是奶奶生日 除了家事 我不想说别的 思思 你的事怎么能不算是家事呢 这是 他是我未婚夫 什么 思思 你什么被他骗呢 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 没一件是牌子货 这种穷男人最为狡占 你快撒个他 到沈子把他赶出去 就是 思思 你现在是什么身家 怎么能跟这种男人战胜关系 你 我不管你是谁 我妈的生日宴 不欢迎你 赶紧回 够了 二叔阿沈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哈 代客之道 代的可是上得了台面的客人 可不是 随便一箱啊猫啊狗 就是 姐 以你现在的身份 肯定得找个世界 找个穷万难身份 行了 说了这么多 你怎么还不走 脸皮真是 后得比得上了成全了 二叔阿沈 我敬你们才这样称呼你们 钱多多是我认定的未婚妇 如果他不参加生日宴 那我也不用参加了 哎呦 思思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们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这穷小子一看呀 就对不上你 算了算了 既然你喜欢 我们也不能棒打鸳鸯不撑 就是 表姐 你还是得擦亮双眼 像他这种穷人 身上都会有穷病 只能传染啊 要真有病 那还了得 我们就不赶你走了 但是 你只能坐在外围 思思 走 你奶奶在里边等着你呢 哎呀 真是一群极品心情 你小子 劝你识趣点 里边的都是你惹不及呀 敢闯什么娄子 我这给你打出去 你还不服 够了 我和钱多多必须做主桌 那思思 你别不是好 行啊 让他们都过来吧 我都多久没见过我们家思思了 快过来 让奶奶仔细地瞧瞧 哎 思思啊 奶奶听说你订婚了 你怎么这么大的事 你不和奶奶回家商量商量呢 你们刚出搬家的时候 也没告诉我心理质 哎呀 那我不是忘记了吗 来来来 快告诉我 哪个小伙子这么有福气 能入了你的发言 哎 不知道还以为是猪圈呢 这么会拱人啊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啊 来来 让我过来看看 哎呀 刚才他听你在外面 一直在维护他呢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 角色好男人呢 原来就是这么个货色 奶奶 别说我们男人家客戴你 这里有五十万 我相信你这一辈子 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钱吧 拿着这张卡赶紧给我滚 奶奶 你少说两句吧 区区五十万 也好意思拿出来 抓什么逼呢 你是这穷逼 遗憾你能有五万成款 那都是顶天了 是不是天不知识 还想要的更多 我可告诉你不可能 够了 钱多多随便一个项目 都有五千万分厚 能不能别丢人心 五千万 思思 你在说笑呢 他要能赚五千万 我儿子成人啊 都能是万贯金 他的董事长了 妈 别说那种费情话 就他这屌子呀 想凑齐五千万 那得 从秦朝开始打工 差不多能凑齐吧 真是给脸不要脸 既然五十万想少 那就五十万都没有 我现在就叫博安 叫他哄出去 谁敢 奶奶 我诚心诚意来参加你的生日宴 你要是这么对待我的客人 那这个生日宴我不参加也罢 男思思 你要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缺席你亲奶奶的生日宴 我男家 怎么会有你这种不孝之人 笑 我父母去世之后 你们就没有养过我一天吧 多亏了钱 多亏什么 你倒是说呀 说不出来吧 你父母去世后 不是我们给你口饭吃 谁还管你啊 是面戏实物 养了你这么多年 没想到 我去养出一个白眼狼啊 行了 你怎么了 不说八道谁不贵啊 我还说我是万贯董事长的儿子呢 你们说你们养了思思那么多年 一见面就说十几年没见 说谎也要有个限度吧 论不要脸 还是你们男家更胜一筹啊 你别乱说 今天事务繁忙 来晚了 给老夫人请罪啊 是怎么有条狗 撒影啊 张大公子 您怎么来了 您来了跟我说一声 我到门口去迎你呢 不用那么张扬 我不过呀 是给老夫人来助寿的 这怎么 还混入了一些不入流的东西 张公子啊 您别介意 这个人 死皮奈脸的奈着着 我们也是用尽的办法 他不肯走 你就是钱多多 你是什么 之前听说 你是个大人 这见了面也不过如此 钱多多 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立马从我眼前消失 十 九 八 早就猜到男家贪慕虚荣 所以才花重金准备那个礼物 多多快拿出来扭转局面 你快气死我了 这位张先生 我从未见过你 什么时候我男家的场合 轮到你不作者 男小姐有先人之子 何必在这一口歪脖的树上吊死 就是 男思思 你就是眼光太差 张大公子 人中龙凤 你不喜欢这天上的金龙 非得去喜欢那地里的泥丑 我喜欢谁跟你们都没有关系 这位张先生 我好像不记得有邀请过你 你现在出去 你是没有邀请过 可不代表别人没有 他是你大哥 我大哥刚从国外 他可是国外著名企业 Banana的高管 Banana知道吗 那是国外著名高科技公司 主产电子科技产品 我大哥在那可是高管 此次放弃百万年薪魁来呀 就是要受任万贯CEOE 江大叔 你不是当了个副总经理就狂吗 我看你能狂到什么时候 等我大哥一入职 你的好日子 都到头了 谁以为这张胜 出国历练一番 所以和张震有些不同没想到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都不是好东西 看来过后 我的张伯爷 可以了 我不管你什么Banana的 什么高部高管 我只知道 好像Banana有一个员工 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了 而且还终身限制不能进入卖国 不知道这位张大公子 还能不能去卖国呢 张公主怎么样 还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别以为我姐喜欢你 就能当男家的人 你 不配 就是有些人就在这里 狂妄之大到了极点 想做我们男家的孙女婿 只有像张大公子 这种各东巧处 才配得上我们家司司 我今天把话就撂了这了 做我们男家的孙女婿 除了他 我谁都不认 张凡 好嘴果B 我待会再重解释 你们不会真以为 请凭一个男家长辈的称号 就能左右我的婚事 我想嫁给谁 存不到你们做主 义女 义女 你 你快要气死我 男士司 你真要气死你奶奶吗 你要是再执迷不悟 我明天就去电视台 报告你的 不像行径 行了 别装了 你要真心脏不舒服 还能红光满面的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走 是为了给司司面子 等我把礼物送出去 我立马就 你能送出什么东西 这是笑死人呢 你别在这儿寒惨人了 我不可不群了 三看两口 就他送的礼物 能超过三百 我立马脱光衣服 出去裸奔 哥 他怎么回事 这是爽男子不远的 啊 哎 你是我的亲对 我怎么可能 因为一个女人给你抢上去 但我跟司司叮咙 跟这丰富的男主人 是你 是我不都是咱们正常的人 不是 不是 田逗逗 也别说我欺负你 听说你一个项目 至少赚五千万 啊 好 这幅古画 是我四千五百万拍来 如果说你拿出的礼物 比我这幅画贵 我就承认 你比我更适合当男主人 四千五百万 看这画的笔数 一看就是出自古代大家 咱们把工资出手 就是扩出来 天呐 这画竟然只 四千五百万 我 我这辈子都没欠过 这么值钱的东西 解不出手 就是大王 某些人还不赶紧带着 那垃圾玩意赶紧溜边去 我男家可不是什么垃圾厂 什么破云 是是啊 张大公子说了这么久的话 口也干了 赶紧去倒杯水给张大公子 哎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胆呀啊 你再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你父母的排位啊 从林堂里移出来 奶奶 啊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爸也是你的儿子呀 他眼睛你这么不孝的脸啊 他也没脸在池塘里呆着了 听我的话 你去给张大公子倒水 你是 你干什么 放开 这么子气一看 我倒是怎么办 我那个不忠用的弟弟 为什么对你如此 好啊 有意思 我开始对他感兴趣了 张胜 果然不主 你跟张海还有张震 都是懒人 不妨 我们把赌约在家带 不耽 哎 反正到最后赢的人 肯定是赢的人 可以跟思思定不一 输的人 就自愿辞去万贯的职位 输的人 就自愿辞去万贯的职位 还好提前给他换成了五千万的礼物 赢定了 千万 其实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价值 好 一言为定 不过 空透无凭 拿笔根纸来 赌约生效 陈总 把你的礼物 拿出来吧 老夫人 请查礼物 这个包装一看就透着一股 穷酸剑 这该不会是你随便从两院店里逃来的破烂吧 快拆 我都要看 这个穷逼能送出什么东西赶在这儿装大 好你小子 敢拿个赝品来糊弄我们 南思思 你就找这么个玩意儿来个应奶奶是吗 我还以为你啊 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出来 我儿是底层人 拿这么个玩意儿 糊弄大家 南思思 我赢了 还不快过来 千多不 你以为你在这儿滑螂举手 难道夫人就都会得一眼相看吗 你以为你这样做 大夫人就会觉得那别处情 才对你有所改观吗 也就是 痴人捉摸 我靠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呢 你怎么套出个路边 他让他瓷罐出来 你刚有着天天冷情的事 没有啊 你看错了吧 千多我送你的礼物呢 你送这个 这个干什么 这到底怎么了 这可是古董 我问我老板 他说这玩意儿老值钱 千多多 你没定吧 就这破坏的 给我当尿祸的钱磕着 还古董 你少从这儿说梦话了啊 我南江人也不是傻子 岂容你这般细耍 包啊 赶紧给我把这无耻小小 赶你出去 哎 爸 你就这么放着他 他这么细耍我 照我说 就应该把他衣服扒光 然后放到大街上 受千夫所指 够了 就算请不多送的礼物不值钱 那也是他的一片蜥蜴 你怎么能如此作践呢 南思思 按照肯觉 已经是我的女 你还在护着别的男人 我看你啊 确实需要多被调教求教 他自己刚才不是说 输的人要辞去万贯的职位 这不就是 班举时都砸自己的脚啊 我现在就给董事会打电话 钱多多 你自己跟他们说吧 可惜了你们是健保专家呗 凭什么说我送的东西是假 就靠一张嘴 张嘴就来吧 那我还说 那张胜送的话 是假的呢 张大公子这幅画 那可是从珍宝阁拍卖来的 怎么 你这破罐子 也是从珍宝阁拍卖来的 珍宝阁佣金太高 傻子才去 这是我从古安市场逃来的 古安市场 那里卖一百件东西 也不见有一件是真的 你还告诉我 这是真古董 赶紧拿着你这破尿壶 滚了 怪不得你叫南成人 你说话这么难接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南成人 不就是 难以成为一个人的意思吗 说白了就是 不是人啊 啊 过了秦多多了 他刚跟大家开玩笑的 他的礼物不是这个 送什么呢 我给你送什么啊 啊 你的 什么啊 我 就带着一个 哎呀我的好儿子哟 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 哎 小心点啊 就这 随数可见的破青草 随便一个路边 能不能买着潮啊 秦多多 你就算药装病 你整个更有说服力的物件啊 啊 不行 不能再让他们这么羞辱多多了 我现在就给他砸了 住手 快住手 走钱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说你 定会也不告诉卫生 还是南总 让我过来 啊 臭小子都什么时候了 还关注这些 当然是来给你撑场面的 你又是谁啊 我弟弟达破二 你有意见 哎 张大少爷有所不知 这是我请来的健保专家 刘峰玉老先生 他可是我们西市 最有名的健保专家 他家的藏品啊 可是超过了一百件的 你让他 赶紧把东西放下 我凭什么放下 这个路边随处可是那破烂 老头娘把他当人保啊 是破烂 他可是原情化 原情化 什么意思啊 你这老头说了什么 破烂啊 啊 我看你就是这小子请人的拖 故意哄托这玩意的价值 小友我可不见了 你不长老头娘去 你没听老头娘说 你这人都学乎我的客人 嗯 原情化真贵至极 我这小友 从哪儿旁来的 啊 西边的古玩市场 那边周末有很多摊摊的 老先生你要是赶进去的话 可以给你看 这个人我花了一千万买的 我给你五千万的礼物 你不送 你说从路边看 你要买的垃圾货 你从汤上买的 哈哈哈哈 一千万 他敢要下 你敢买 你们看这列 这一看就是地汤上买的破烂 你们还不信 无知 这原情化 何其珍贵 你 你居然 张海 这原情化 好歹是我送给老太太的礼物 你这么给我砸了 大地脱石 我就是一个仿得不怎样的 页品就给你糊了 还原情化 我看这剑 大石 没人是骗 我就是什么 尿糊嘛 大不了 我拍你 一千块 你可知市面上 原情化 价值几何 更别说 看这花围 这原情化 还属于世上 仅有的绝品 不设 至少值七十亿呀 七十亿 哥 我叫你哥 七十 你说 多少 七十亿呀 大石 你不会是帮着这穷小子 骗我们的吧 这么一个 祸死罐 真值七十亿呀 那 你富 这原情化 有西瓜 帮西 那是货真 加十的骨头 老夫的话 你若不信 那你就再去请一位鉴定专家馆 我倒要看 老夫鉴定过的东西 谁敢说假 是 您先别生气 他照您这么说 他摔坏了我们家七十亿的骨头 梁川仁 他也好瞄脸啊 刚才你不是还瞧不上这原情化吗 现在大夫是真的了 你能上改着来一年啊 是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张家 七十亿 让我们不是 对啊 他当然没资格所赔 但是我有 张海 你摔坏了我这七十个亿 要怎么赔啊 权恩多多你闭嘴 你以为你起了个错 谁我就信你啊 你不是花一千万买了罐子吗 发票把你花了一千万的这准拿出来 彤彤彤 把这准拿出来让他心服口服 嗯 又快没有万 我当时 包括这四千万 忘了就发票 哈哈哈哈 什么忘了拿发票 我看你就是花了一千万 随便买了个破罐子 蓝瑟瑟 你自己啥被活动了 你以为其他人跟你一样吗 我当时想着要带礼物过来 就就 多少礼物不能差了 五百万的我还是先少了点 所以就咬咬牙 花一千万买了 你以为啥 你以为啥 又来个球队 哎呦 老板 您想干什么货 咱这 俏的东西很多 这个 开门货也不少啊 老板 你这儿 最费的是什么呀 那你朋友的地方 开坛货是吧 这刚到的 燃青花一队 你看看 瞧一瞧 这可是霍珍教室的原创青花慈患 珍贵无比啊 您瞧一瞧 看能不能 瞅瞅眼 看来是个不熟悟 哎哎哎 咱客人可不欺慕啊 这可都是老公钱了 你手上的不一滑 那肯定不得了咯 原青花 看来还不错 坐着 你卖他一万了 这个 哎 哎 一千万 这 有点贵了吧 一千万 啊 哈哈哈 您这 我也不给你讨价还价了 原朝的东西 一千万也成 嗯 之前那三个项目的分红应该 更 行就他了 你给我包起来吧 您您您是说 这个您要了 对啊你赶紧给我包起来吧 别给我弄坏了 好嘞好嘞好嘞 那您这边付钱 哎呦 走啊 哈哈哈哈 我开了一辈子的店 也没碰到过这样的大蟹子 发了发了 老板 哈哈哎呀我又来的 哎呀大羊啊你今天再来咯 我今天好不容易出足钱了 没买之前乡种的那个圆青花 哈哈哈哈哎呦那年起点起点起点 哎呦喂 上次您看的那个呀 让人给买走了就剩这个 啊 谁买走了 这个跟那个一样的吧 你买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懂什么呀 这个是赢品那个才是真品 你说笑的吧 这一模一样啊 开玩笑的喽 你呀啥都不懂 这两个瓷罐呐 从颜色质感 明显的不一样 哎 你呀这都狗屎运好不容易赚到一真品 结果 你转车往那卖了 那那颗资 多少钱 这个说 七 加个零 七十亿 哎呦哎呦哎呦哦 什么 那个圆青花 是被你买走的 哎呀可不嘛 就是您看中那些圆青花 你看看他 啊 砸了 这个 哎呀 造孽呀 哎呀 我本以为他买了个燕饼没想到 竟然是真的 旁人不信就算了 千万财呀千万财 你还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就连卖了一辈子蛊惑的古董店的老板 都没看出来的圆青花 我儿子竟然能一眼选中 此等独辣眼光 还有蜜甜的运气 是时候安排 将我的位置 交给他了 喂 啊 礼物到了 行 你都送进来吧 一盒什么 怕都别说 说着我的意思来啊 奶奶 多多看他的礼物被张海摔碎了 所以给您特意重新准备了 一份 这份礼物是多多很久之前 就托古一大师制作的紫砂壶 价值五千万 而壶里还放了一份天壶玉茶 更是万金难求 此等真评相信各位都听过吧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神仙茶 不动玄虚 算是 此茶珍贵万分 单单就这三片 可花了多多五百万呢 哎呦 等这么久 断累了吧 快给我 哎呦 那都好出气啊 哎呦 刚刚啊 多多不懂事了 您多在那点啊 老夫人 你这脸 变得如此之快 仅明这二人的三颜娘 已经确定这瓷罐是原型花 当初 他花了一千万把这瓷罐买了过来 后面是经过张先生 鉴定为原型花真品 可是为什么瓷罐被打碎以后 它却如此淡定 看起来不痛不痒的 但是不是说明你手里的这两样玩意儿 也都不是真的 我哥说的对 这小子平时在公司建客户都舍不得穿上好的 此次来村的宴会更是穿着身拉线 他会下雪本来孤独吗 还有这个什么剑宝师 我在珍宝阁从来没听过这号人的名头 剑宝阁那可是专门拍卖天才地宝的地方 那是无数剑宝人 挤破头都想去的好去 他要真是什么剑宝大师 怎么可能给珍宝阁没听过这些人的名号呢 此物是真是假一验便知 那紫沙湖上有张义太大师的思义 而天国玉长更是自带忧伤 嗓比阿叔 已经闻到了吧 你 确实有一股茶香飘出 这个暂且不提 老夫人身份尊贵 有极个别人想顶个新名措上去巴结是难免的事 只不过 有的人被发现了还不敢承认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 术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 天下无体验 哼 污蔑人是笑笑心 你为了推脱毁坏古董而变这种谎话 术夫人 你术不成 姓他吗 你个老皮肤精干威胁人 我还叫老头是活气的 啊 好好好 老夫今天算是看明白 这禽兽 毁坏古董 不知悔改 还屡次不言不许 哼 你们男家 是非不分 不扑手指南 还火山浇油 术夫人 你今天请的客人事逃太大 干惹不起 你们男家 我刘某也高盘不起 以后啊 就少联系了 下周的古董见证会 我还有事 不就 不从老夫人一同前往了 哎呀 刘大师啊 我邀请的是这个张大公子 这位小少爷呢 是和他一块来的 我跟他不熟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来来 老夫人 这老皮肤要子就让他走嘛 不必挽留 我张家也认识见识老师 大老师 让我和他见面 张海 有空在这拍马屁羞辱人 赶紧让大哥旅行刚才的承诺 辞去万贯CEO的职位啦 钱多多 你跟这老头夯瀉一气 指甲回这糊涂了 其实你现在拿出个700万的礼物出来 黄洋补牢也为时一晚 该说的人 还是 我哥说是对 王总 钱多多要离职 你要离职 钱多多 钱多多要离职 他要辞去副总经理的位置 你就是发什么疯啊 王总你等会 陈老头 你自己跟王总说你要给这件事啊 你要敢不说 这个尿不是下场就是你跟下场 陈老头 你怎么会干啊 哎王总他这个 废物钱多多 别他妈说废话啊 赶紧的 那不定你 张海张震两个兄弟真是欺人太深 张海背后有张震就敢胡作非为不行 我必须得出面了 什么情况 警察怎么来了 他们在对什么呀 来就来了呗 反正跟他们没关系 陈老头 别以为你来了就怎么样 今天我非要把你的猎主打回原形 副总经理 你那一场梦棒了 好 干嘛呢 谁叫张海 出来 哎 小头 警官找你 我先帮你拿一下 拿着我 正好 你不是让我去跟董事会说吗 快 到底谁是张海 赶紧出来 警察先生 你们 找我弟弟是有什么事吗 张海是你弟弟 我们接到一起报案 有人恶意走坏文物 谁叫刘芳玉 警察先生 是我报的警 哈 你个老不死的 还要报警诬陷我呢 这里有监控 你损没损坏文物 还得一群二厨 警察先生 这肯定是误会 这这齿外不是文物 它就是个 仿照片呀 不 这是元朝的清花词 价值不悔 当我阐述完他的价值后 这位先生 还是毫不犹豫的 将其摔碎了 我是健保协会的副会长 我的眼光 一定不会错 放你人的屁 警察同事 这老头就是个撤头撤尾的骗子 还是他们健保协会副会长 我还去旁边公车的厕所长 你这嘴怎么这么大了 怎么给警察说话 快道歉 你说你是健保协会的副会长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他的确是健保协会的副会 怎么可能 你看错了吧 他的阵线一定是伪造的 还闭嘴 等着警察该怎么说话 警察先生 你现在 能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警察先生 这肯定是误会 这刘老先生 虽然是健保协会的副会长 这难免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更何况 好像锅耳朵就那么熟 这难免会有偏颤 所以 你这样的表情 哦 你们警局有没有可以能健保的人 能不能帮我们 重新鉴定一下 可以 不认识吗 不认识 我 不认识 你不认识 放心 这牵头都拿着人走这都空随便 你放心啊 等警察嫂 我立马让他跟董事会提驴子 哎警察先生 这青花池是真的吗 这是谁打碎的 我 怎么了 哎哎干什么 别不靠我呀 哎哎哎 就评定损坏国家文物圆青花 这圆青花是谁的 警察先生是我的 请问我可以向他索赔吗 可以 张海 七十亿 你不是有钱吗 你要是想不赔 我就告你故意损坏国家财物 我 警察先生 这中间肯定有着误会 他也是无意的 不管有意无意 他所害文物就是事实 你是他家属 你也跟我们走 这破零红肯定是假的 你们居然忘了情多多 你们肯定不是警察 你们就是他舔的错是吧 还不把小鞋给放了 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爸一句话 让他们 还讲威胁 恕罪并罚 你们现在就可以找遇事了 走 别走 我喂 外申理事 刚才呢 是成人无礼了 我现在就让他给你道歉 之前的事呢 你就别计较了 哎呀 这件事吗 刚才 就只是男成人的问题吗 难道你们 没有羞辱权多多 哎 我们这不是 刚才以为外申女婿 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所以才着急的吗 我们好歹是你亲戚 怎么能害你 我的亲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养我长大的 哎呀 你说不说话怎么这样的呢 虽然奶奶是你的亲戚 但是他们也是你的亲戚 我说的不是你 男师是你 没教养的东西 怎么说话呢你 礼物你们就收着吧 我们以后也不用来吧 我根本就不会认你们这些 所谓的钱 诺诺诺 钱 老钱 我们走 你走 走啊 你弟弟长是被拘留了 你赶紧想把把他弄出来 好海我肯定是回旧的 但是现在的耽误之计 是我要去万贯认职CEO 先挂了 我表上面应该跟你说过的 我是上面签订的CEO 之前有点事情 单准 所以现在过来认识 哦对的 我叫张盛 你可以去做我的项目盘 张盛 没错 哦 你的项目盘不用现做 小医给你准备好了 项目总监 是的 你是不是搞错的 我是来认识CEO的 看到上面写到名字了吗 张盛 说明啊上面给你安排的 就是项目总监的职位 你什么意思 你最好马上都解释清楚了 你敢在这里划疯 法安 把他请出去 用我们找你处的我狗叫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去找董事会 你最好希望 我只是一个项目总监 你是什么人 赶紧滚重去 你们今天不把号给我说明白了 谁也不要走这个会议室 你 擅重总织会 你知道什么后果了 我今天为什么会过来 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 之前说好的CEO的位置 为什么变成项目总监 违反规定 如果今天不给我交的干嘛 投诉报告你 哎哎哎 你为什么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录音书啊 那是钱多多的小事 还真不是 那天张海不是给我打电话 说钱都会要辞职的事吗 最后那个电话就一直没话 我呢 我呢就一直把他封完了 并且啊 不小心封了一个阴 张晓 你们兄弟两个 给万贯捅出这么大的户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把西游的位子给你 我让你继续入职 挺低张海的位子 你就肯给你父亲面子了 别不知后代 张海站的主持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马上 谁跟你的胆子 跟古宗不这么说话 爸 这要和古宗说我 我都没用意 可是他 他为什么不适合说我 就真还是翻爱来回来的高端人才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哈哈哈哈 你用那合同人大小的脑子好好想一想 哈伦多的主位哈伦是什么人 你 你是张震 带着你的儿子 赶紧你 先走 权子不动事 我向你道歉 还不敢问问 到 哟 张总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呢 来试茶呀 这里就坐 重新一下 能什么事 不好意思啊 张总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有什么事呢 您就在这说吧 天东东 你是张震的自己 升了副总经理 就可以不听我的话了 你要没有这样 杀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怎么说 关于张海的事 哦 解决这些事呢 很简单 让你儿子 赔我七十个亿 或者 赔我这元清花 七十个亿 你说的轻巧 你可知道 要凑齐这七十个亿 对我张杰来说 那是伤心动骨的 哎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当时 当时人家李大师都说了 这元清花 只七十个亿 你那两个好儿子呢 非不听 非要给我砸了 那 除非 赔他就给我七十个亿 不然呀 我是不会写这个谅解书的啦 那 我 听不懂 算我拜托了 钱 我还 那 请你不要 帮我儿子 出去做好 你也是 如果你父亲 这么求你 你能忍心吗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呢 是不会给我爸捅这么大娄子的 而且啊 我还是我爸的骄傲 嗯 钱多多 你这么狠心 没心没怀的东西 我算是长见识了 你们这些活得久的 跟我们这些年纪 果然不一样哈 这脸皮格外的厚呢 格外的厚呢 好好 男子 钱多多 你们就当着脚步 小孩啊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 把你弄出来 钱多多 钱万财 我相信你们 我会多待仅 但你们自己要找死 就怪不得我了 小长 爸这么找你的事 你先前在会议室 见到那个主人上你们 他是钱多多的父亲 什么 你说万贵的董事长 是钱多多的父亲 钱多多 是万贵的太子爷 不是 爸 这么弱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阿海啊 你 小孩 你才那个死废物 非得想到儿子有没有身份 但全公司的人 都背着他而不家家 小孩羞辱的行李 就没有羞辱 就没有羞辱 策 就借你一条 我在里面好好戴着 还敢把万贯 爸 你的意思是说 我 近期 公司会有个重要项目 你想办法把那个项目机 你偷出来 你不要家伙给钱多多和钱万财 钱多多 你的好个是要倒头了 什么意思 钱多多 这就上面 交给你的心向 暂时 有我和你负责 你跟我合作 上面不知道你跟我 别担心钱多多 这个项目我和你一起 钱多多 做个项目 还得靠女人保险 你真是个闹钟 哎呀 就是这个项目 就算我现在再不近 也比你这个项目总监强吧 你说是吧 张总监 臭小子 就让你再得一两天 等计划成功了 我看你还怎么选招 资料都准备好了 哎呀不劳你费心的赶紧走吧 这个项目横月之前 就想和万贯合作 只不过被张海押着 所以才做到现在 来 钱多 你有什么事 横月的贩总过来了 说想要见你 等他回个室 他来干什么 多多不已经去横月了吗 想必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如果 你不想见他 我马上回去吧 算了 我去见见他吧 你去忙别的事吧 他已经来吧 那不是 我可以不跟你借巧 要不然 一定负责人的位置 我赶紧干了头了 你个老匹呼 还吓唬人呐 我告诉你个好笑笑 你马上就要从万贩的董事长的位置滚下来了 张震 他又想搞什么名堂 杰万贩 万贩的人对你这么爱的 你希望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胡说什么 不是你把我关进来的吗 杰万贩 别和钱多多被谈乱了 他们偷取公司机密 卖人和你 还想做空万贩 再把万贩卖人和你 钱多多现在一码机密 都交了 跟他 跟狠人的钱合同呢 胡说八道 张震 你信手词谎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给我心存不晚 但是我没想到 你居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见来我 你说我和同一个人是谁合同 我问题 和一个人在哪啊 我卖人在里面之后吗 秦总 我们的事被发现了 这个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 我和你弄什么事 给我滚点 不是秦总 您让我来会客厅等着您的吗 秦总您先前说的话 怎么能不算数吧 你 满嘴谎话 老王 难道你也相信他的胡言落语吗 秦总 你先别着急 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 就可以还你清白了 这证明都在 你还要调查吗 秦总 秦总 万万是你一手创意起来 你你怎么 哎 对呀 万万是我创意的 我为什么做后自己的公司 把它卖出去 你干嘛就说不通 万总 合约可是答应你钱卖才 三千亿 加上万万做后钱 也完全可以在国外发展 没准呢 你就是想在国外搞一个什么APP 之前 还看不清 高 高典兴奋 没钱的 你也想往外讨 啊 张晋 你把我骗的会客室 肯定是你搞的鬼 老王 肯定是他 秦总 你千万万要人了 你有什么证据 是我把你叫过来的 所以 还有同意的一个人 只剩下你 要给你钱 可懂吗 秦总 这就是我也不想相信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你暂时先 谢任万贯 董事长离职吧 他还说没有公信 红月董事长的视频都打过来了 秦总 手机给我 哎呀 秦总啊 你不是秦总 我说他说董事 我说红月董事长有什么事啊 哎呀 你们更是派来的那个小伙 他叫什么 秦总 太合我胃口了 他讲的这个发展前景 如何执行 简直太棒了 来 你们来看看 钱多多带恒业 他是谈项目吗 不然嘞 不同项目 你们更是 带人来恒业干什么 那 这个人你是什么 我们没人派人去换贯啊 这人是谁啊 哦 那我知道了 秦总 秦总不是在吗 秦总 秦总 qued 秦总 還有你 從此咋來 是誰找你演這場戲 還敢出手來看 你是不是讓咱們人來家炸眼 幹什麼都這麼熱鬧 你在幹什麼 老錢 你怎麼在這 因為你這一身 哎呀 這車子來給我長臉了 嗯 是你 不是 你們認錯人了 不是我 什麼不是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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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鬧了 你沒 太有正式了嗎 好了 我們公司的項目機密 不知道怎麼洩露出去了 現在警要人和咱們搶項目 請要 這不是我在談的公司嗎 不可能 已經是你搞錯了 我會是你們父子倆啊 賊喊捉賊吧 錢多多 這不可能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交給同學董事長的 到底是什麼資料 我不想給同學董事長項目資料 叫他什麼 你你沒事吧 看你這麼緊張 啊 我知道了 剛才要跟我一塊去橫越財項目 我把項目資料給他考一遍吧 哎 我靠 我這怎麼兩個 項目資料 兇 這個應該是最重要吧 複製 也能剪切了 哎 不過都一樣 我這還有一份項目資料 和請要合作的項目資料我還沒發給他 還好沒用 好啊 是你 你敢陷害我 這件事情很明顯啊 有人啊 通緝不成 是吧 錢多多 你把公司的機密 放在我的文件夾裡 反而導致我 是時候把機密發給他警告 這一切 都是你安排的吧 這人心思太毒 我想是啊 平常在公眾指點的他進行 你就是有人心的 他就懷孕在人去 想出這麼的毒忌 先還想吃 哎呦喂 我為什麼會有項目資料呢 那還不是有人想涉及陷害我 只不過沒想到被我歪打扔著了 哎呀 還有你們平時找我麻煩的事 我都不好意思說出來 免得張了人家股東的耳朵呀 你往進來幹什麼啊 哦 你先找他的吧 不是在找 是兩天前 我在監控里看到有人偷偷摸摸進公司 來倒估店子 當時我還有別的事就給忘了 他現在想起來了 就想著來告訴你 有人越闖公司 缺錢公司 好啊 原來是你們賊喊賊賊啊 這是假的 這套身邊是豪神的 肯定是誰能做 你故意陷害我 啊 黃總 你不能因為這個視頻 別相信你 你的意思是 他不會滾進去搞這麼多 只是想分一下這麼多的電腦 就是如此啊黃總 你是不是把我們 所有人打破了 這件事 你是不是幫了很多忙啊 哎 這怎麼可能呢 你不用了說話 是不是 警察來了一茬便知 我已經報警了 你他媽的 你們不是被冤枉的嗎 這件事又不是你們幹的 你們好擔心什麼 正好 警察來了調查清楚 還你這心 但是 真是你們幹的 你們家三口 就在監獄裡的團聚吧 你 誰是張聖和張震 老前 你今天可真威風啊 衝上了 哎呀 我已經可以確定 錢萬財的身份底 股東和張震都高 死老錢 都這樣還不承認 我得想個辦法 讓他原形必弱 聽說 你揭穿了張震的陰謀 很厲害了錢多多 思思 下次 那個董事大會什麼時候開啊 下次 你問這個幹什麼 沒沒什麼 錢多多 你說 你說 你是不是得考慮一下咱倆的婚禮啊 哪 婚 婚婚禮 我們都見過家長了啊 怎麼你還不想去啊 去 那當然要去了 思思啊 婚禮你想定在什麼時候啊 要我說 就好想吧 哈哈 我就是隨口一說 沒想到賢叔當真了 老錢居然能在這麼短時間內搞得這麼隆重 他要是個保安他能做到嗎 非常感謝大家 參加選子和思思的婚禮 今天 哎 等會兒 關於他 哦 他還能夠 你不用叫什麼 這對得起奶奶嗎 你說是吧奶奶 哎呦 心里大了不留不住啊 你好歹也要通知我沒關係吧 你要奶奶錯過了 太鬧了會很 overcome 但是我那天說的還不夠親 我男思思和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 夠了 你搞這一出 不就想要錢嗎 萬事女婿 你這話說的可就難聽了 我們當時 希望思思是用途呢 別再抓 這原本是我給思思的台禮 便宜 是真的 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嗎 讓我們就不打扰你們結婚了 就這麼便宜他們了 思思 這你就不懂了 什麼意思 這金條我只是拿出來讓他們看看 又沒說送給他們 你說 這麼多錢 能判他們多久呢 道遠 你還必要把他們還得這麼多 思思啊 當年你父母的車禍 我已經查清楚 他們就是收了你父母對手公司的錢 才造成那些車禍 好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來婚禮繼續 思思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 老婆 股東大會就在明天了吧 我願意 我願意 好啊 和橫衛的項目 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咱們現在的市值 成功突破了 三千億 一個個無精打采 一個個無精打采啊 啊 怎麼了你們 老王 發生什麼事了 沒什麼 嗯 你眼睛怎麼了 沒事沒事 走 哎呀思思 幹什麼還毛毛躁躁的 嗯 嗯 你是誰 誰允許你參加董事大會的 啊 當然是我自己要來的了 董事長大本人 兒子 好啊你個死老錢 哎哎你忙了我這麼久 我不陪你忙吧 哎等等那等等 你聽我說 好啊你來說 我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我想把你培養為萬塊的接班人 所有我才出此下葬 我把你磨練磨練 那你現在滿意了嗎 哈哈哈哈 相當滿意啊 哈哈 既然滿意了 那你把董事長的位置讓給我吧 啊 哦 啊 哎 嘿嘿 你是認真的 哎 把這個先戴上 啊好看 不是 當然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終於是卸任了 我終於可以用直接用山玩水了 漂亮 哈哈哈哈 哎 不是 四號前你要幫我 董事長好 董事長好